台北市灣府國小六年級的學生 跟著教練 老師和校長 一起挑戰學校附近的萬聖溪 準備繞行溪流一周 向河水之際 為了展開這堂戶外課程 老師和同學都必須做組準備 從無到有 打造一艘船 目攻克 細說從頭 船的結構上面有骨頭 然後外面再加上一個皮 2017年來到外府國小的陳宇和 是美術老師 這一艘船跟那艘船 你發現有不一樣的地方 來請舉手 這些年 他和學校的主任老師們 彼此和畢業班同學相約 共同展開戶外探險實驗課程 為了要瞭解我們社區的河流 那我們去造這艘船 所以我們是為了去學習而 學習造成 美術科目在學校來說的話 它是屬於學生在奧骨頭的部分 那一些內容的部分 其實是來自各課 所以我們就需要 其他各課老師的內容 課堂外的學習 行前訓練的地點 是學校附近的游泳池 好 你們先往後退 往後退 讓我們這邊先進 好 不用扶轉扶著腳 開始滑 才不會翻轉 動作一致 一是右邊 二是左邊 一是右邊 二是左邊 跟著來 一 船隻在水面搖搖晃晃 老師和教練的心 也跟著七上八下 來 下一組 他們都會想要直接站上去 就坐下來 那是會對船的穩定度 就沒有那麼好 他們就很容易有翻船的行為 當下是因為我都有把船拉著 不然他們其實應該都會 跌到水裡面去 他們練習的時間很有限 不過還是體驗總是比沒有體驗好 慢慢來 慢慢來 挺重要 可以了 挺重要 六個水長 對 六個 終於到了關鍵的這一天 孩子們帶著自信 將船船合力抬到寶藏岩附近的萬聖溪邊 準備驗手成金 校長 體育老師 指導教練 還有來自附近運動的民眾 大家在岸邊加油打氣 不斷熱心下指導期 也急得上熱國上的螞蟻 好 右邊 上了螞蟻 再兩邊 再推 再推 船隻方向不好掌控 有時進退兩難 滑洲界堂客 狀況不少 往外推一推 好 腳滑了 走了 這也是卡的 前進 前進 不要去拔主 我們先後退 戶外教育有一個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個學習 在教室裡面是無法取代的 那個就是 非認知能力的學習 滑這船 那你手摸著水 然後你感受到那個穩度 那你會知道說 那我們的環境 就是這邊有水 以山川為講台 他們相約萬聖西華州 你要往道獎 對 你要道獎 親近土地談古今 走讀社區 化言文 可以平平安安 所以呢 就來這邊蓋了廟宇 教育動起來 熱血市長身體力行 帶著孩子在大自然教室 找到讓學習加分的能量 華視新聞李婉婷 徐森成 專題報導 哈囉 我是主播王韻竹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隨時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